來看看衛福部長陳時東 針對這個疫苗他怎麼回應 他說不論我們自己製造 或者是向國際採購疫苗 都充滿了不確定性 但是策略 就是我們現在台灣的策略 首先要掌握安全性 就是疫苗必須要沒有問題 我們才可以會用 再來就是強調的就是時效性 接下來跟國際間 這些藥廠談判的方向 主要願意冒比較大的投資風險 但是要避免所謂的商業風險 是 也有學者都講說 因為我們對於國產 就是我們自己研發 我們自己製造的疫苗 有一點點信心不足 所以我們才把大部分的錢 都壓在國際上 就像這個圖看到的 大部分的錢 我們都給國際來做預算 我們自己的研發的金額 非常的少 所以採購的數量 還有金額都很有限 幾乎看不到什麼樣的優勢 台大工業學院教授 陳秀希也說了 歐美 日本 巴西等富強的大國 已經預購超過20億劑 我剛剛講錯 是20億劑 他們已經數量都預購了 20萬億劑 20億劑的新冠疫苗的肺炎的疫苗 疫苗的分配 其實已經嚴重的不均了 這個跟過去2009年 H1N1的疫情擴散的時候很像 變成很多國家的疫情拖越久 死亡的人數更多 也就是說到時候 全世界會出現一場世界大戰 大家在搶疫苗 拿到疫苗的 我就可以確保我的人民是安全的 你們搶不到的 你在後面的 可能到時候真的要解決的問題 還非常非常的多 我們再來看看 這個包括了牛津疫苗 現在已經出現了一個 蠻大的事情 事情打大條了 就是已經卡關了 雖然他們現在又說 可以繼續研發下去 可是後續的觀察 我們都還在觀察 牛津疫苗的原理是什麼 它是用腺病毒的載體來做 它是注入含病毒的 DNA的腺病毒 然後產生免疫反應 然後出現 它比較容易出現一些 發燒等等的症狀 所以風險相對來說也比較高 不過洪怡剛剛也告訴我們 牛津疫苗 因為它在運送的時候 不需要太低溫 對 它只要一般的冷藏就可以 不需要極低溫冷藏 所以它可以運送到 比較像東南亞 或者是非洲一些 比較相對落後的一些國家 比較不會有問題 所以大家寄予厚望在扭進疫苗 是 所以我們可以說 疫苗開發的困難 真的是非常多 先來看看大陸的情況 大陸其實已經開始 展開人體試驗了 他們的動作其實是滿快的 畢竟是一個大國 一個強國 所以大陸的國藥集團 中國生物總法律顧問周宋 他說最早打疫苗的人叫做 已生試藥的180人先鋒隊 他們還找了180人的先鋒隊 先鋒隊就是趕死隊的意思 可能就是對你的身體 不是這麼OK的 一個人體試驗的先鋒隊 這些疫苗已經經過5 6個月了 180個人已經打了5 6個月了 綜合來看 免疫的持久性和保護的效應 估計1到3年的可能性大 我們現在所了解的是 中國的疫苗的開發 他們認為說打疫劑下去 可以保你1到3年 所以看起來 其實他們的進度是滿快的 歡迎回到新聞大白話的節目現場 這個小時邀請到的是資深媒體人 謝涵斌 大家好 好 觀眾朋友 三軍事官新生的聯合開學典禮 今天特別請到蔡英文總統到場主持 只是最近有沒有發現 共軍頻頻輕擾我國的防空識別區 現在兩岸關係非常的緊張 有沒有可能緩解呢 來看看新聞背景 三軍事官聯合開學 蔡總統說什麼都要來親自主持 我是士官士兵的領導者 我是士官士兵的領導者 這是第二年來到這裡 總統這次不談改革 而是對底下士官喊了這些話 我向各位保證 國軍守護國家 我一定會是大家最強的後隊 士官士國軍的基幹 我一定會和各位站在一起 克服所有的困難 把自己和國軍綁在一起 也確實台海最近狀況不少 尤其9號上午 共機蘇山時殲時戰機 還多架次進入我西南空域應變區活動 被視為跨過海峽中線 這一次進到我防空識別區更深入 接下來共機干擾恐怕會更常態化 也因此我後勤成本明年度預算 來到770億元 比今年度增加30億 兩岸情勢如此緊張 那到底有沒有可能坐下來談 前立法院長王金平 接下來將代表國民黨 參加廈門的海峽論壇 會是契機嗎 總統王金平去海峽論壇 能住兩岸嗎 總統沒回應 但王金平前幾天也確實說過 海峽論壇行前或回來 蔡總統若有需求 也願意和他見面 但府方也馬上發聲明說是 國民黨籍王金平的自主決定 並無向蔡英文請見或是報告的需要 但總統和王金平確實也在上個月見過面 府方說王金平有提到 他可能應邀出席海峽論壇 不過總統並未對此表達任何評論或指示 兩岸官方互動 現在看來不是人和人 而是共機對軍機 TVB的新聞 吳奎英台倫桃園報導 好 我們跟對岸的關係 現在看起來是越來越緊張了 不只是民間的交流 幾乎全部中斷了 現在對岸的飛機 這個軍機一直不斷的來擾台 而且幾乎要踩到那一條中線了 那為什麼他們一直跑來 目的是什麼 其實理由很簡單 過去共軍 他為什麼很少會越過海峽中線 主要是因為兩岸的情勢比較和緩 所以大家也不願意製造更多的這樣衝突 可是現在情況其實有點變了 因為民進黨政府上台之後 兩岸之間開始情況越來越緊張 在9號的時候 昨天 所以會出現這種狀況 我覺得我們大家要有個心理準備 以後這種狀況 只要兩岸之間關係不改善的話 大概會越來越多 因為大家要注意到一點就是 對中五大陸來講 海江的防空當然是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你的軍隊長期沒有訓練 沒有在這個空域 有大規模的這樣飛行或演訓的話 請問一下他的軍隊怎麼打仗 那過去呢 過去幾十年 其實是誰在幹這件事你知道 是我們台灣的空軍在幹這件事 那過去因為我們不管在直上面 或是量上面或是飛行時速上面 都比中國大陸強 所以海峽中線常越過去的 是我們的軍隊 不是他們的 那只是最近這20年 這個態勢轉變了 是 開始人家開始追上來了 那他的國力也比較強了 所以換他們來開始這樣做 我們採取守勢的一方 所以我只能說 如果這個態勢沒有變化的話 未來這種情況會越來越多 大家都要有心理準備 所以應該是說過去 我們也常常採紅線 那現在變成對岸來採紅線了 只是不曉得過去 我們採紅線的時候 對方是怎麼反應的 因為那個時候消息都比較封鎖 不過我們現在知道 對岸過來之後 外交部發言人 中國的外交部發言人 趙立堅說 戰區部隊將時刻保持高度的警戒 採取一切必要措施 堅決回擊一切製造台獨 分裂國家的挑釁行為 堅決捍衛國家主權 和領土完整 所以他們開口閉口還是說 你搞台獨 你搞台獨 我就是要來給你警告 是 我們會覺得說 中國大陸每一次都很自私的回應 好像我們台灣只要有人動一下 他就是過去那個錄音單 拿出來再放一遍給你聽 但是我必須講 就是在他們那邊的想法來講 他一定要講這句話 因為如果習近平或習近平 所帶領的政府部門 他不做出這樣的宣誓的話 請問一下他要怎麼樣 對黨內的這些鷹派去交代 所以這是他例行必須要去講的 只是台海之間 現在是不是真的緊張情話上升 我個人認為是的 因為最近在促成這個人叫什麼 叫美國 因為美國不斷的幾乎是每天 派他的軍艦也好 派他的飛機也好 不斷的在台灣海峽 南海 這邊不斷的 在所謂的巡視在徵收 實際上某一種程度 也就是在給中國大陸壓力 你給人家壓力的時候 對方回應也是很正常的 也就是說我們要不要去配合 美國去做這樣的事情 因為這個東西如果展開了 未來可能就變成一個常態性 你知道這種常態性 最明顯的一個例子是什麼例子 就是之前釣魚台事件的時候 早期中國大陸 因為他的海巡很弱 所以他基本上不會派船艦去 會派的只有我們台灣的 所以日本都單獨跟我們溝通 然後結果日本就是吃死我們 完全不理我們 結果等到後來 中國大陸逐漸國力加強之後 他開始長期的派 海巡艦過去的時候 日本就開始頭大 因為你三天兩頭都來 你知道每天飛機飛上去 一個小時就是幾萬美金 幾萬美金這樣花 那對他來講 是一個很沉重的負擔 那船艦出來要吃油 那個油也是很可怕的 所以這給日本造成 無疑中造成很強大的壓力 然後日本幹了一件什麼事 就跟我們簽餘業協定 他希望緩和台灣這邊的壓力 那同樣的 美國現在去製造這些壓力之後 中國大陸飛敗回來 那我們要跟中國大陸 去進行這樣一個競爭嗎 要競爭不是不行 我相信國人也會支持 可是相對的 你預算就要放在這個地方 你知道每天飛機 他們來一次 我們是不是要升空攔截一次 大家都在花錢 那就是比花錢 那比誰的錢多 那我們台灣能夠這樣去玩嗎 所以為什麼我們一直希望 台海還是處於一個 相對和平的狀況會比較好 因為起了衝突對台灣 絕對不是有好處 是 我們先來看看昨天9號 到底對岸派了多少架次的飛機 什麼樣的機型 來台灣的海峽中線 來看看這個9號 有20架的共軍空警500 長這樣 長這樣 然後殲10 這是蘇凱嗎 對 蘇30 蘇30的這個戰鬥機 分批從低空 中空 高空的空層 沿著海峽中線 以西空域來飛行 據說一度 還抵近我們金門上空來徵搜 遭到我軍廣播24次驅離 我們用廣播的方式 請他們趕快離開 而事實上那個時間點 中科院正在進行彈道的 無限高火炮試射 傳說中正是為了天宮3號來 這個真層型的防空飛彈 或者是戰術彈道飛彈 來做試射 那共機的動機也備受關注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看 我們線上是不是 蘇老師已經在線上 我們待會也請蘇老師 告訴我們 這個所謂的這個 無限高空火炮試射 到底怎麼回事 另外我們也可以知道 我們自己 其實也不要妄自菲薄 因為台灣雖然小 可是我們的軍力還蠻強的 我現在看到的是 我們台灣的空軍是全球第十大 我剛剛看到這張CG的時候 我來問賓哥說 我們台灣真的這麼強嗎 他說對 我們台灣其實很強 其實以數量上來講 我們的數量在世界各國裡頭 絕對是名列前茅 但是我們的飛機夠不夠先進 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當然我們有F-16V 尤其加上主動式的 相位陣列雷達之後 我們的戰力是大幅提升的 所以台灣的軍力其實並不弱 可是問題是 我們對面那個更強 因為它的數量太大 然後它的國力也太強 所以這個是一個差距的問題 不然的話以台灣的軍力 放在歐洲 我們絕對是前幾強的 這個是無庸置疑 是要放在非洲 我們可能是第一強了 但是問題不是這樣比 因為我們周邊的國家 其實每一國都很強 因為日本 韓國 其實軍力都超過台灣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你面對的敵人 是這麼強大的時候 你怎麼辦 我再解釋一下 什麼叫無限高火炮試射 其實這代表什麼 因為以前的天空或防空飛彈 這些東西它都是大概一個 一 兩百公里之內的射程 然後主要的目的就是 你有飛機或者飛行器飛過來 我想要辦法把你打下來 現在無限高火炮試射 是另外一種東西的 其實無限高火炮試射 意思是它要穿過大氣層 再重新調回來打向地面 所以這是一種彈道導彈 這種彈道導彈 可能是中程也可能是遠程的 那就要看它增程到 什麼樣的一個地步 一般來說 目前我們大概是有 2000公里左右的實力 所以它大概是以這樣一個目標 來做一個中程的這樣一個彈道導彈 那我們如果在射彈道導彈的時候 老公會不會關心 當然會 我當然要來看看 你這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然後你的參數是什麼 我如果能夠蒐集 我就盡量來蒐集 那順便你有沒有注意到 它是低中高三種空城 然後全部來 這在幹什麼 這在做一個編隊戰術演練 因為未來如果真的發生作戰的話 我的空警500 是不是能夠提供 我空中的雷達監測所有的數據 然後回傳給殲10結蘇30 配合他們自己本身的雷達 我如何協同作戰 如何去壓制台灣的空軍 這是他們要演練的東西 相對的他們過來 其實對我們來講 也是一個很好的參考 我們的飛機上去之後 也同樣可以去蒐集他們的參數 然後去應對他們的 這樣的戰術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樣去破解他的戰術 其實如果雙方都這樣的話 那就是一個角力的開始 是 應該就是說 我們也在做我們自己的演習 或者是某種試射 對岸當然他們最近的這個 演習的密度非常的強 他們今天也公告了 還有一個在這個 海上的一個演習的這個範圍 希望人機有一些海上的船隻 都要避免就是在這個區域出現